我是徐徐 手作時間開始囉 你那麼不覺得我今天怪怪的 怪可愛的 誰在講話 是你的小桃哥哥 好啦 很好了 今天呢 我來找徐徐啊 是因為 她所避心的V 但是 又想不到要送她什麼東西 所以想來問問妳這樣 我好像知道有一個東西 其實女生會很喜歡 然後香香的 那是什麼 是香氛蠟燭喔 喔 香氛蠟燭 感覺不錯耶 對啊 那趕快叫我做 好 那我們開始吧 又在演 好 那第一步驟呢 我們要先來選瓶子 因為你要做蠟燭呢 一定要有一個容器裝 那你就先來選 立心姐姐會喜歡哪一個 立心應該會喜歡 這個 為什麼 因為她喜歡簡單俐落的東西 就像我一樣 俐落 好 我們繼續 我們下一步 那我要選這個 因為我喜歡圓圓可愛的瓶子 我們第二個步驟呢 要把我們大豆腊加熱 那下一步是 我們就要開始調色跟調味 然後今天有三種味道 第一個是薰衣草 然後玫瑰 跟根桔 那我來選個玫瑰好了 那我要選薰衣草 為什麼妳常選薰衣草 因為我覺得薰衣草味道會讓我很放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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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喜歡的顏色 耶 我們做好了 其實我發現妳好像做得比我還好耶 沒有吧 妳做得很漂亮 欸 這是什麼 薰衣草的 對啊 我想做這個就是想要接進薰衣草 我覺得妳的很像蛋糕 妳知道最下面那一層是果醬 中間是鮮奶油嗎 嗯 然後最上面是 也是藍莓 然後挖下去就黏黏的 還黏蛋糕的那個 對 哇 妳也很會醒走 欸 下一步呢 我們要把中間的燭心剪掉 OK 我們完成了 我們這次的蠟燭體驗 OK 大功告成 大功告成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追蹤我們的頻道 也要按讚分享還有開啟小鈴鐺 並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想要看我做什麼喔